而近期台海局勢升溫 这个月中国就派出了153架次的军机 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 日前更释出了解放军抢贪演练的影片 但不只是针对台湾 他们更警告美国不可以插手干预 不过美国白宫发言人沙奇 在14号的新闻简报记者会上就说 美国是基于台湾关系法 一定是会继续协助台湾的自我防卫的 那么就在这样的敏感时刻 CNN记者也实地采访台湾人的看法 那到底民众都怎么说的呢 带来听 台海局势升温 中国解放军日前也释出抢贪登陆演练影片 警告美国别再插手干预 就在最近敏感时刻 CNN记者实地采访台湾民众 对中国武力威吓怎么看 美国会不会出手相助 我觉得帮忙是一定要的 我觉得美国必须要帮助 因为台湾的政治立场 就在这个月 已有超过150架次中国军机 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 文攻武嚇不断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0月9号更说 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并且还说祖国统一的历史任务 一定要也一定能实现 那么在10月14号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 白宫发言人沙奇被问到说 但如果中国武力犯台的话呢 美军是否会协防台湾 美国强调会稳定台海局势 而美国陆军部长沃穆斯也在本周表示 中国是美国的第一威胁 要做好中国直接攻击美国本土的准备 而在美中争霸之际 美国也必须转型 华市新闻综合报道